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人先把超位给击杀后 然后面对猫咪菲克开始了他的日常调戏行为就是不打你 直接把对面的猫咪当宠物养在了这里 这对面也是非常无奈亮出了表情 此时的猫咪只求速死 这么多年 这菲克的调戏行为还是依旧的如此刮皮 好难受呀 双方互相亮亮表情 第一个操作 全场看萌在DK对战艾菲克的比赛中 十几分钟下落 兰博想来绕后 于是还能够加速留人 挺进向前 然后就是一个惊艳全场的闪现翼 这个操作则是把解说都给整不会了 溜了溜了 上半步这边 过来挺进 想找距离 诶 横哨闪现了 诶 这 这 野区都是我的人 你怎么走 在春季赛DK对战第二个四的比赛中 十二分钟 奥拉夫被DK中野打了一套 赶紧闪现跑了 修梅克那也是很裹蛋 跟闪丢个炸弹 眼看奥拉夫吸血去灭 这修梅克再度回头 冲着小鸡头上又丢了一颗 然后这个小鸡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追到奥拉夫身边 就把他炸死了 有可能是被日女控 然后再加弃 减足到了两个炸弹 这没大招的 那感觉这不要交闪了 有闪现两个 可能要三下平A 一个炸弹 应该要吸血 但是可能吸血 有惩戒吗 没有惩戒 吸上来了 还可以 诶 但这 小鸟 哇 不够呀 愤怒的小鸟 异度强的距离 我却触碰不到你 在春季赛龙星对战DRX的比赛中 33分钟镇童星四个人全死了 就剩下小花鸞一人了 乌迪尔还不肯放我 于是乎小花鸞的暴女上演了左右横跳的戏码 这场景实在太欢乐了 这肯定啥是啥不跳的 还要追 我又跳出来了 你跳来跳去了 是的 PUSIC 我又跳出来了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又跳出来了 答我 这啥呀 节目效果拉满好吧 一步之遥你却离我而去 在下集赛T1对战农心的比赛中 15分钟Faker与卡兹进行一波月塔击杀鳄鱼 卡兹的扛塔过多已经残血 而且敌防阿卡丽也TP感到 这时Faker立刻开车 然后残血卡兹跳大上车 哎 天空是微暗色 窗外有圈之后 呃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 卡兹也是被裁进了 爱死呦 这边狗熊大招不放吗 大招不放省了一下 哎 直接大招快来等一下 哎 有个人没有上车 你这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最坑盘点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Demo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 那就不妨点个赞吧 如果看Demo视频能让你会心一笑的话 那还等什么 这样的UP主你不该关注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